第二期题 在所有条件控制边因均相同下 将浓度分别为0.1M、0.2M、0.3M 相同体积的硫带硫酸钠溶液 与相同浓度体积的盐酸反应 并测量反应速率R与时间T的关系 试问其关系曲线因为下列合者 我们晓得基本上温度越高反应要越快 只是没有成正比 所以当温度变大的时候 反应是要变快的 也就是它应该是往上弯 温度越高反应会越快 所以答案应该是 Z可能是对的 A也可能是对的 B跟C都不会是对的 而同样情况之下 如果我的温度一样 我的浓度越大 我反应就会越快 所以我直化一刀 表示我温度一样 这时候我浓度比较大的 反应应该要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看到 选项A是正确的 所以第二期题问我们说 我们的关系曲线因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A A才是我们答案 要表达的是温度越高 反应的就会越快 浓度越大 反应的也会越快